單身出去旅行 意思就是跟姊妹套出去旅行 可是你們有發現 這個觀念既然是有很多家庭 是行不通的耶 對 我們學妹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我們只是這樣去玩幾天 四天三夜 我們被冠上抛夫妻 對 不是因為你們平常都不抛夫妻子 你們一旦抛夫妻子 事情就會很嚴重 所以我們偶爾也要喘口氣啊 對 就要有自己的空間 而且你們的老公會不會就說 好啊 你去玩啊 就放鬆一下 可是當你在玩的時候 他就打來說 我就說 我偶爾這樣子 然後你就想說怎麼辦… 好罪惡感 他就說要不要跟媽媽講話啊 所以Mike是有脫口而出過這四個字嗎 可是他是有一點撒嬌 就是說好想你喔 然後他就把電話拿給女兒 然後女兒就說 對 好玩 不是馬上買醉嗎 買醉啊 然後他就自己偷偷出去 二三個字 有一天早上 小禎那個我也在 自己默默邊吃 早餐邊哭 因為她打電話回去 然後跟Emma講沒兩句 Emma就說 就自己突然掛電話 然後她說 怎麼掛電話 沒有 我剛剛講說 Emma...媽媽有幫妳買禮物耶 然後我女兒就說 謝謝 拜拜 就掛掉了 然後我們心想說 怎麼掛掉了這樣 對 然後她就一直想說 怎麼回...打回去 一直不接... 我已經快要哭了 因為我說這個小孩 因為未免太也懂事了吧 因為她已經Hold不住 妳現在是要哭了嗎 沒有...她已經快要哭了 她怕媽媽聽到她在哭 所以她就要在她在哭之前 趕快先把電話掛斷 小朋友都緊張 Hold住 然後為了媽媽不讓媽媽難過 妳現在沒有要哭喔 我現在有一點難過對不對 有了... 再打回去的時候 我女兒就已經哭了 框哭了 我說 我好想妳 妳趕快回來 妳現在就回來 我好想妳 我不要妳買禮物啊 妳回來陪我 帶我唱歌 不行喔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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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那人都不是買機會 要回去了 而是買醉的 對 因為這整個新人 會摔過頭 對 就是也已經... 那妳幹嘛打給她 可是妳就是會想啊 然後會知道她吃得怎麼樣啊 妳們不就在貪圖擺脫小孩的樂趣嗎 沒有 還是會想... 還是會擔心 然後就有一天早上就很好笑 那個佩甄就接到電話 就很生氣把電話掛掉了 我們說怎麼 她說 妳知道那王作軒有多誇張嗎 小朋友9點鐘要去戶外教學 10點還在給我在家 然後就為了這個事情再不高興 然後我們就一直勸她 不要這樣什麼時候 她說 我跟妳講身為媽媽 我...妳們自己講... 我們再忙再怎麼樣 我們還是會把小孩服務得很 把小孩的行程弄得很好 一定要規規矩矩 極點上課就要極點上課 極點下課就要去接 妳知道 妳看她 男生在家就怎樣這樣 我就這樣後面說 妳們在東京講這麼大串的這種 對 到我三個四個 我會在隔壁 我可能會拿叉子叉他們 可是譬如妳在旅遊的時候 妳打回家 想要看一下家裡的狀況 然後妳如果問老公說 那小孩在幹嘛 他說 就在看電視 妳就想說 如果是我在家的話 我就不會任由小孩這麼會 對 這麼會 妳就是會 可是萬一妳敢露出這句語氣 他就會立刻說 可是妳不在家 我對說妳可以帶她去樓下玩 或是曬曬太陽 不要一直在房間看電視 我其實一直心情都沒有差 只是說大家就很久真的 姐妹大家一起出去玩 其實那心情是不一樣 可是讓我們去玩回來以後 一直講說根本都沒有 就一直在想小孩啊 就是明明一群女生當然去玩 然後我就說 妳們一定要去哪一間夜店 妳們一定要去哪裡吃 因為我原本沒有要跟跟不到 所以我沒有通電話 我就已經講 一定要去哪些地方都講好了 結果剛剛一問 你們都沒去啊 你們都沒有去呢 你們在幹嘛 對啊 夜店就逛街啊 不是 因為有一個托友萍 叫王彩華小姐 她一定定期要回到房間聽些薄金啊 少一些什麼香啦 然後呢 所以她用固定的行程要回轉 請問她是幾點要到達飯店聽 然後她又是早睡啊 對 然後又要早起 譬如說我們說山的一個房間 對 她的自然性是早上 沒有...10點半... 9點 因為她要起來趕10點吃早餐 對 她一定要吃早餐 她一定要吃到飯店提供的早餐 那她吃完可以再回龍叫吧 不行 好的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我好 她想喝Starbucks嗎 而且她永遠都會不會在那裡 現在呢 想喝Starbucks嗎 我請 美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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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咖啡Starbucks 她都沒有了 真的 她是在旁邊 Starbucks應該去看妳的後面 她為什麼不能自己行動 沒有 她就會說 Starbucks啊 她還要喝 要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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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喝嗎 然後就這樣會問了 五分鐘之後 我就會說草花姐 我幫妳買 真的嗎 親愛的 什麼行程 她要妳幫她買喔 對 她習慣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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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習慣有助 就是說她們她們去買的東西 她東西都很敢多 她就會跟妳 其實她也沒有提及待 就跟妳說好重 妳可以先回飯店嗎 其實她的行李箱 已經堆滿滿街了 她說 奇怪 我今天都沒買什麼 我都感覺沒有買到我自己的東西 所以妳們很後悔招她一團吧 不會 可是很好玩 其實她就真的比較長輩 因為她大概定期 大概一個小時就要上廁所 妳就要再過到一個時間點 妳們就差不多聽到有人說 妳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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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草花姐講 然後她不在 妳們會講她壞話 沒有 我們在她面前也講了 所以我們現在留言給她 我草花姐呢 所以妳們不可以暗示她說 要回旅館妳自己回去 怎麼可能 她是完全沒有方向感 而且她不會講英文 而且依賴別人的 我們曾經有小小的暗示她說 不然草花姐 那妳知道就是 我們只是離 妳知道109 我們只是離飯店一條街而已 一條馬路 然後每天妳都要走那條路 然後那天我們就大家說 那草花姐 妳要不要先放回去 我們就在109等妳這樣 對啊 親愛的 妳怎麼走啊 這路 這哪裡啊 走路走丟怎麼辦 親愛的 小燕姐 我陪妳去 現在有手機耶 就是 可是妳要知道 長輩是很容易害怕的 對 妳們出去的時候 草花是不會掛念小孩的 也會 有耶 她一直在講電話耶 她很好笑 她就是想要 因為她真的平常太忙了 然後她就是有一天 到了一個買小孩子衣服的地方 她就在那邊挑鞋子 挑... 她就開始打電話 喂 媽媽 好想你們喔 妳鞋子賽事穿幾號 她連小孩鞋子賽事穿幾號 我不知道 天啊 她已經忙到這樣子了 OK 可是她還是會想小孩 還是會幫小孩買的 她會一直打電話 一煩啊 婷婷啊 該睡覺囉 乖喔 有聽話喔 所以她是有鼻子過敏嗎 她是在什麼 她穿了那一種 當天買的那一種 就是運動衫 可是她的旁邊這邊 是挖到這邊的 所以妳看得到裡面內衣 妳知道她在以什麼姿勢 在跳舞的時候被搭訕嗎 奇夢的姿勢 她在這樣耶 她在被搭訕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要被搭訕 但是我想說大家跳開心就好 所以妳是故意露開訕是不是 妳是個很明確的露奶 沒有 我是真的在搞笑 然後就是在那邊亂玩 因為我知道我這邊露 然後我故意這邊跳很醜 然後結果就迎面而來一個日本人 就跟我一起跳一樣的 對 妳腋下如何 對 就一直跟我跳一下舞啊 什麼樣子的耶 一個日本人 可是那個日本男生滿有禮貌的 他就跳完就說 還跟我來 可是現在是情緒跳透很快 露完意下還要不好意思耶 對 而且她還是後來 又被另外一個打散 是我們跳一跳起來 那這樣怎麼不見 她是整個在前面 跳到後面去耶 真的 她整個被撈到後面去耶 對 而且那個 妳不是樂壞了嗎 沒有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她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聽不懂 可是請問會搭訕的事 可以跟老公炫耀嗎 沒有 我不喜歡跟她講這個 因為她是會吃醋跟會擔心的人 那那個諺語就是無疾而終 當然 無疾 因為講什麼我真的聽不懂 最後那人都已經快要親到我了耶 我們就把他拉走了啦 力氣來把我拉走 佩甄 妳這樣出去 需要跟公婆交代嗎 要 一定要 我一定都是先約公婆一起去 公婆 我們要去 沒有 真的真的約啊 北極 妳要去嗎 一定要請示他們 但是她會把行程講得非常細 就比如說 媽 我們要去美國那... 妳要去嗎 要坐36個鐘頭 妳要去嗎 要去我可以把妳訂喔 可是現在美國好像很冷啊 聽不懂會動傷 我們會一定會問說有什麼行程 對 那其實如果我們帶小孩 像我們這件事情 她一直說 她如果婆婆會有什麼行程 她就說就是一直拉車啊 妳住完公婆的時候 婆婆會說有什麼行程 表示說她們還是可能有參與的興趣 可是妳這樣很冒險 她萬一說好 我要去 那就一起去啊 真的啦 我們很常一起出國 所以但是如果說譬如說 這一群是有很多她們不熟的 我當然就想說 不知道會不會給別人造成壓力 所以我可能在行程的敘述上面 就會把她講得比較那一年 對 讓她覺得說 好像這次不去也沒關係這樣 媽媽 妳要不要跟我們去巴黎島 她就說那妳要幹嘛 我們就會說 對 她一直晒太陽 然後身前180米 被鯊魚游泳 為什麼... 然後也可能會咬到很久 她自己去為鯊魚 對 真的 這次去巴黎島 本來公公婆婆她們也很想去 所以我們應該現在提醒婆婆說 婆婆可以自己到那邊以後 在屋子裡休息嗎